Hello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今天的每日好物 非常大一份 你如果现在是中餐 准备要吃中餐的观众们呢 可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懒人火锅 大家知道这个懒人火锅吗 这个就是 有点类似泡面的概念 但是呢 非常大一碗 而且可以吃到 据说是可以吃到真的热腾腾的火锅 它叫做酸萝卜老鸭汤 有观众有吃过这个吗 等一下 我现在都没有看到大家的留言 又又又看到了 今天要来开箱的就是这个 主播还没有吃饭 所以我们可以来开箱一下 这个应该是华人超市都可以买得到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它打开了 那我们要这一机吗 哪一机 哪一机 我们的导播可以帮我们特写一下 特写一下 好的好的 对它的包装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拿出来 先放在旁边 大家认明哦 酸萝卜老鸭汤 好吗 这个好像其实有蛮多不同的 有什么麻辣锅啊 麻辣烫等等 没有打广告哦 没有打广告的哦 我只是跟你们说这个是 对今天是试吃而已 今天试吃 然后呢 我自己本人是完全没有吃过这个 然后我有看过别人分享 所以呢 今天就跟菲菲一起来开箱 它这个打开以后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料理包 就是这个料理包 然后这好像是一个酱吧 对一个酱 然后呢 哦下面还有哎 你有看到吗 拿起来下面还有 哦 我看一下哦 这个是什么 酸萝卜鸭肉 这个应该是肉包 肉包 然后呢 这个是菜包 一些干燥的蔬菜还有葱 然后呢 这一个很重要 它是发热包 不能吃的哦 都不能吃的哦 好不好 使用方法呢 撕开塑料后立即使用 OK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其实里面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 好 我移过来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外锅 就是这个是要放加热的就是这个料理 这个发热包用的 然后呢 这是内锅 所以内锅就是要把所有的食材都加进去 那我们先加内锅好了 我们现在先把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里面是米粉哎 它是 它是粉丝 它不是 不是面哎 它是粉丝 对 就先把干的 干的料全部加进去 加进去内锅 不要夹错哦 它就是有一个内锅一个外锅 内锅是小的这一个 好的 然后还有 这个 这个是酱包吧 是酱包 哦 看起来好像不错 我们先加一些固体的料好了 然后液体的料待会再倒进去 好的 全部加进去就对了 全部加进去 全部加进去 然后这个鸭肉包哎 这里面好像是真的有 就是肉哦 所以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好 我把它剪开 有对焦吗 好 剪开 哦 会不会喷出来 哦 哇 哇 看一下哦 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个哎 这样做法是对的吗 好香哦 非常的香 哎 这一打开 一打开就有味道了 它应该就是已经熟的 你是要把它加热一下 对它是 哇 超多鸭肉 你们有看到吗 肉 肉好多 还有萝卜 这个是萝卜 白色 这是萝卜 然后还有一些肉 好 这个也是先放旁边 然后这个似乎是酱 酱包 可能是会辣的哦 因为今天我看那个 这个 有闻到味道了 对很香哦 真的很像泡面的味道 我看一下哦 好方便 超方便的啊 哎这个 这种东西真的是 你可以带出去野餐的哎 就是野餐你就不用带这么多 各种东西 你就可以带一碗这个 然后可以 对然后可能再带一个 可能一些水果什么 水果就可以放在 放在这种保鲜盒里面 比较方便 对啊 这真的蛮不错的 我怕有垃圾袋 要不要给它垫一下 好 我打开 放这里 好的好的 好 好我们内锅放好了 内锅的东西 我把它放平一点 让大家看一下 哦 没错就是长这样 好 然后呢 内锅的部分呢 这边大家听清楚了哦 内锅的部分呢 可以加热水 也可以加冷水 就是食物的部分 可以加冷水 也可以加热水 那我们先加 我们先放外锅好了 然后等下这个放进去 好 这个发热包的部分呢 是放在外锅的哦 然后它只能放冷水 非常重要 只能放冷水 基本上打开以后 就马上放进去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加水 那通常是建议大家 可以就加饮用水 就是说矿泉水 或是可以喝的 已经可以喝的水这样子 好 然后这是冷水 我们现在就把它加进去 它待会似乎就会开始发热了 啊我也不知道 我只有在电脑上面 就是一些影片 看人家分享 所以其实我不太知道 这会变成什么样子 没关系 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好吗 希望可以成功 这样子会不会太少啊 我看一下哦 好像可以再多放一点点 再多放一点点好了 好的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现在内锅要放进来咯 这个外锅 有开始在发热了吗 好像没有这么快 因为它要等15分钟 所以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内锅放进来 好 然后呢 内锅的部分呢 你可以放温水 那因为我想说今天 就是我们试吃嘛 我们时间要把握 所以呢 今天内锅的部分 你也是可以放冷水的 因为它下面的发热包会非常的热 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时间要快一点 所以呢 我们用温水的部分来放在内锅 看起来真的好像泡面哦 好 大概放个八分满吧 八分满 九分满 然后就盖起来等 等一下 我把这个米线 米线放进去一点 大家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米线放进去一点 好 有开始热的吗 什么都还没有感觉 诶好像有耶 好我先把它盖起来 这个 要等15分钟 诶 有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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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因为我也是第一次 吃这个 所以觉得蛮有趣 有观众有吃过的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我这样子做是对的吗 应该是吧 我就是照它的这个说明步骤 因为它的这个外包装上面呢 它下面是有写 就是你要如何制作这个懒人火锅 有 有耶 你们有听到吗 收音收得到吗 有有有 收音收到 我是不是加太多水了 太滚了 听得到吗 哈哈哈 你们有听到吗 对不起 哇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来进广告了 先进广告 待会回来 应该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 好那我们就先进广告咯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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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Jana 今天Jana來到Big Bear Lake 这家餐厅叫做Fire Rock 它是一定有喝酒的 然后也可以吃汉堡的 现在这个餐厅就是你可以看到外面有户外区 然后它有开那个暖气炉 墙上装饰都有很多的摇滚乐团 它应该是新开了吧 因为它是两年前才开的餐厅 对 可是评价还蛮好的 那你看到小编今天超饿的 因为早餐到现在都还没吃饭 所以我要吃两个汉堡 没有啦 开玩笑 那是摄影师的啦 这汉堡呢 分量超大 所以小编要来开动咯 我们下列了 我们下列了 中国人的大衣堡 在江山上 他们有户外区 在江山上 澡 大衣堡 那一帚 一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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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一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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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刚刚煮了火锅在近代 我们火锅还在煮的部分 现在要先来看一下我们今日投票的结果了 那今天的投票 有60%的读者观众是 赞成关闭美墨边界的 那有40%是不赞成的 那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现在才进来 所以可能不是很确定我们今天投票是在投什么 那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我们 为什么会有这个议题好吗 因为呢其实这个在中美洲呢 最近有一些难民 就是他们可能有几千人这样子 然后就是从中南美洲 经过美墨的边界 然后来到美国希望可以寻求庇护这样子 然后要求这个难民的身份 可是呢 我们的总统先生似乎有说要关闭美墨边界这样 那基本上它好处跟坏处就是 好处就是可能可以阻挡一些非法的进入啊 或是诸如此类的 然后呢 坏处也不算坏处 因为它是关闭美墨边界等于是说 一些合法一直以来都是合法来往的贸易 就包括金融类的贸易来往都会因此而中止 因为它就是可能有一些贸易他们就是从陆地上这样子运输啊 这样子过来 然后据显示呢 如果真的全面的关闭的话呢 有可能是会损失超过数十亿美元的 而且呢 其中还有1300多亿美元是来自于食品的进口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食品的进口 可能有时候我们是从墨西哥输入一些 可能是水果啊 或是一些食品等等 对 是它会从陆地上面过来的 所以如果说全面关闭这个美墨边境的话 基本上也是会损失一些 在这个经贸上面经济上面的效益这样子 那基本上呢 现在它写说呢 从美国南部 上次他们过来以后 就是会经过这个San Diego 以及德州的南部人民生计 可能也会受冲击 因为可能他们从墨西哥过来 首先遇到就是可能像加州 还有像德州的南部这样子 对 也许他们评估啦 评估如果真的全面关闭的话呢 可能会影响五百多万人的饭碗 所以呢 这个刚刚是投赞成 以及不赞成的朋友好不好 就分享一下这个新居 让大家知道 我自己是觉得 我自己是觉得不用到全面关闭吧 因为呢 其实真的是有很多这种 边境的贸易是从陆地上 不一定是从就是坐船过来这样 所以他们统计会损失数十亿美元 我觉得应该是会对某些 某些居民造成影响的 好的 我们的投票结束了 我们现在镜头上有看到有个东西在冒烟吗 啊没有错 就是我的火锅在冒烟 所以呢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的火锅里面是怎么样 然后我来看一下大家还有留言 刚刚Cherry说要去哪里买 这个可以在网路上买到 你就打懒人火锅 或者是华人超市应该也都有 所以我们现在打开了吗 你看它冒烟冒成这样耶 我们现在过几分钟啦 大概七分钟左右吗 七分钟 但是因为我刚刚加热水 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打开看看好吗 哦好紧张哦 但是真的很香 我们现在这个直播室里面 弥漫着鸭肉的香味 但是很烫 真的蛮烫的 来我们打开看一下哦 真的很烫耶 真的很烫 我用这个开 我用卫生纸 稍微捏住一下 对啊 Oh my god 我真的打不开 惨了 很烫 哦哦哦 好烫 很烫 嗯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因为主播打不开 哈哈哈 这真的很烫哦 等一下 我再拿一张好了 垫着一下 大家如果在家里自己吃的话 大家在家里自己吃 要小心一点好吗 大家 来我们来帮你好了 真的很烫哦 那你先跟观众聊个天 好 那我跟大家聊个天好了 冒烟很真实 对啊 这个镜头上看起来好像在烧什么东西 这真的很烫耶 等一下 它真的很烫哦 大家要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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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有了有了 哇 我们工作小帮手 我们小帮手是铁手 手是铁打的 抗热 how much 我们有 观众问这一碗how much 大概多少钱 好像六块钱 六块 差不多六块 六块 其实跟一般的那个 泡面的价格 好像差不多 好像差不多 但是它里面是真正的肉哦 真材实料 哇 真的很香耶 我看一下 我现在镜头有take到吗 有吧 有吧 有 有take到 好 看一下 而且它真的是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收音 听不听得到 但是它真的下面 就是在咕嚕咕嚕咕嚕的 在冒烟 好 那主播要来吃咯 我现在移出 移出我们特写的这个画面 然后要用这一集是不是 对 好的 看起来似乎是 可是它真的很烫 你们看到吗 等一下我把它移过来 不然它的烟一直冲到我的脸 先吃一口萝卜好了 因为萝卜 基本上它是熟的 只是把它加热而已 我来吃吃看够不够热 它的萝卜呢 是熟的 但是不是非常非常软烂的那种 就是还是有一点脆 脆的感觉 还不错 小心烫 对啊 真的很烫 真的很烫 它的烟还在冒 我们镜头应该看得到吧 对啊 很明显 味道 味道的话 是好吃的味道 就是有点偏咸 口味蛮重的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很适合 就是你如果一个人真的在家 然后晚上不想出门 或者是上班族 今天就是没有没有时间出去买东西吃什么的 很快耶 刚刚这样子大概 在10分钟不到吗 10分钟 10分钟不到就可以吃了 我看一下粉丝 有没有熟 哇 你们看这个粉丝 有看到粉丝吗 嗯 不错 非常好 哦 我看一下 好吃啊 有没有人要吃一口的 还有鸭肉 我看一下鸭肉 而且它的鸭肉包 它的鸭肉包里面有姜 有姜 所以其实还蛮 算是蛮齐全的 等一下鸭肉在哪里啊 我看一下 这是鸭肉吗 好像是萝卜 这个这里 鸭肉在这里 而且这真的很烫 它是一直持续的 还在边边 这边都是烟 大家有看到吗 对 这鸭肉 我吃吃看鸭肉 嗯 你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好像吃到一块鸭皮 就都是脂肪的感觉 没有吃到肉 而且我觉得这应该其实是可以 这个啊你应该自己是可以丢一些蔬菜进去 你就是可能切的比较小块 然后碎一点 因为它真的是 菜类 叶菜类都比较快熟嘛 而且又加上它这个下面的发热包 是一直在加热 所以你如果是 可以放一些青菜类的 就是青菜就很快 你就不用在那边等 就直接丢进去这样 啊我觉得不错 大家有觉得有点心动吗 赶快了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哦 今天 这是酸的还是辣的 嗯 因为我本人对酸的耐受度非常的高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忍受的酸 然后不会像一些像酸菜牛肉锅那种 就是真的很酸 或者酸菜羊肉之类的 这个的酸就是可以接受的酸 有点像酸辣汤的酸啦 就酸辣汤的酸度也不会到太酸这样 那辣的部分呢 虽然说它这个上面是有浮薄薄一层辣油 可是我觉得也算是可以接受 算是微辣吗 算是微辣的 我看一下哦 鸭肉是北京烤鸭吗 好像不是北京烤鸭诶 它是老鸭 它上面是写 它是老鸭 所以可不是烤的不是烤的不是烤的 它就是一个 给我们看 好的 我来看一下 因为它的肉都比较偏小块一点 所以我找一个比较明显的给大家看 它的肉真的蛮小块 大部分都是萝卜 这这么小观众看不看得到 我看一下 哦我再捞一块大块的 好好好 有吗 有吗 哦 它的鸭肉都是有带皮的鸭肉哦 所以其实还蛮 虽然是有点偏油啦 可是是好吃的 就不会让你觉得过度油腻 但是 它的基本上所有的鸭肉旁边都是有带皮的 就还不错这样子 而且 鸭肉真的是入口即化耶 鸭肉好嫩哦 鸭肉是入口即化的类型 然后呢 萝卜的部分就是有一点微微的脆度 不是非常软烂的那种 当然因为我们刚刚只有泡七分钟 所以可能 焖的时间还不够久 所以如果大家你们自己吃的话就可以 可以准备要午休的时候啊 或者是可以先去上个厕所等等的再回来吃 好吗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这个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新闻酱报 以及这个看贝贝吃火锅 没错啊还没有吃午餐的朋友赶快去吃好不好 然后如果觉得看了这个很心动的话 赶快先买个几碗 中午午休或者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也可以吃的 那就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新闻酱报 我们就明天见咯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